紅磡這間小店 兩年前有三個年輕人創辦 其中包括阿曼 可惜餐廳開了五個月 其中一個股東退股 令小店差跌陷入結業危機 當時大廚師傅朋友 弄傷了一隻手 變成手套不能上班 始終剛開張生意不太好 他有點心灰意難 最後離開了 突然沒有聲音 丟下了一間店 丟下我和另一位朋友 當時不知怎麼辦 一來人手不夠 二來其實沒有朋友 始終好像沒有交代 丟下了我們 當時有想過放棄 幸好得到街坊的支持 阿曼決定繼續經營下去 當時我們沒有開店一段時間 因為始終人手不夠 不知如何處理特發性的問題 我們就貼了一張紙 在店門口和我們小果子的Facebook 就說我們有些HP不夠 就要休息一休息 其實有些熟的街坊 就知道我們有甚麼事 自發性就貼了一張紙 在我們店門口 就貼了一支筆 原始者有些熟客經過 看到就簽名幫我們打氣支持 最後就決定解決這個困難 繼續支持下去 最後就找了我的弟弟 找了師父的阿姨 找了一個朋友 特意辭了一份工來幫我們 最後就解決了人手這個問題 繼續開店 Aman認為一間小店可以生存下去 不能夠只是以賺錢行先 一定要用心經營 其實要很靠心 真心想去做朋友 和客人多聊天 當然要做互動 因為現在很多大財團形式的飲食 很多都是沒甚麼感情的 反而可能你真的把心出來去… 因為其實這麼多間食肆 為甚麼客人要來找你呢 我覺得這個動作已經很感恩 所以其實出於一個心 去做一個食物給他 而不是去以賺錢為先